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罗劝铁撒罗尼加教会弟兄姐妹们 要在主耶稣里面格外的去敬重 那在他们当中因着要治理他们 要用真理劝戒他们而劳苦的人 要用爱心来格外的尊重他们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人被神呼召来治理我们 来教导我们 我们要敬重他也要爱他们 我们若不敬重他不爱他们 他们也会失去信心跟爱心 来继续带领我们认识真道建立教会 有人有建议说 是不是跟铁撒罗尼加这个城市在当时候是一个自由城 以至于里面这种民主自由的风气太强烈 他们常常不能尊重他们自己所选出来的官长 那教会是不是有这样的一样的问题 我们不太确定 但是不论是怎么样 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好好的来敬重 在我们中间为了主的缘故 为了教会的缘故 来治理我们 来劝戒我们的教会的领袖 十四节我们继续来往下看 他说你们也要彼此和睦 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 之前在第四章已经劝戒过了 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 亲手做工不要嫌懒 因此保罗继续说 要劝弟兄们要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人 勉励灰心的人 扶助软弱的人 也要向众人忍耐 我想这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 十五节你们也要谨慎 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 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 常要追求良善 保罗在第四章 劝勉铁撒罗尼迷家教会弟兄姐妹几件事情 第一要圣洁 不要像你们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做外邦人的时候 因为希腊人他们常常会有 嫖妓行淫或多妻的这些问题 因此保罗劝劝他们说 你们现在是 你们身体现在是圣灵的殿 怎么可以让这个身体里面住着圣灵 又住着邪情私欲跟色情 这是不可以的 这个保罗也劝劝他们就是要认真的工作 不要消费别人的爱心 因为要彼此相爱 可是不代表你就是要闲懒不做事 让别人来养你 然后呢 这个是保罗给他们的提醒 那要追求这个良善 不要作恶 更不要以恶报恶 十六节保罗继续劝勉 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哇 这三节经文真好 就是特别是针对 在大艰难里面的 铁萨罗尼加教会 要他们靠着圣灵 常常喜乐 要在主里面不住地祷告 然后呢 不论遇到什么事 要学习凡事谢恩 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就是神要我们常常操练这三件事 我们复习一下哪三件事 要常常喜乐 要不住地祷告 要凡事谢恩 继续往下看 十九节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感动两个字原文是没有的 消灭的意思 在其他的新约圣经里面 这个字大部分则是 吹灭那个火 把火熄灭 把火吹熄 把火扑灭 因此就是不要扑灭圣灵 当然他的意思就是不要去压制 不要去扑灭圣灵 在你里面对你的感动跟提醒 接下去他也说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先知的讲论 原文很简单就是预言 因此不要藐视预言 但是我们要留意 在保罗常常讲的有关于预言里面 不是只有讲那个预测你未来会发生什么事的那一种预言 更多时候讲的是安慰造就劝勉 把神对你的安慰造就劝勉的那种美好的心意 告诉你 使你被鼓励 能够持守信心 立定脚跟 那到底保罗为什么这样提醒说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到底圣灵想要感动我们什么 他也说不要藐视预言 到底先知透过预言 要安慰造就劝勉我们什么呢 保罗继续讲 但要凡事查验 善美的要持守 各样的恶事要境界不做 原来圣灵不断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的 先知透过预言要不断来安慰造就劝勉提醒我们的 就是让我们在凡事上要查验 在所有的生活的事情上要查验什么呢 查验美善的有没有持守 恶事有没有去做 我想这个是这段经文里面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最重要的目的 包含刚刚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所说的 那些该做的事跟不该做的事 那些美善该追求该持守的事 你有没有去做啊 那些叫你不要做的恶事 那些会羞辱主名的事情 彼此伤害的事 是不是有没有禁止自己去做啊 我想这是圣灵的感动 跟这个预言要提醒我们的 主要就是指这个 因此我们在常常是 我们会把二十节的 二十节的经文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跟二十一节的上半节 但要凡事查验 我们常常应用上 会把这两个地方合起来 然后指的是说有人对你发预言 所以你要查验 我在想可能在这边保留的意思 可能还比较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这段经文有很多的看法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二十三节 写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怎么样的全然成圣呢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我想就是保罗要祝福他们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的灵 你们的魂你们的体都得蒙保守 我想针对希腊人来讲 他们就是有这种灵魂体三原论的观念 但是保罗在这边讲的灵魂体得蒙保守全然成圣 是不是他要借此建立一种灵魂体三原论的一种理论呢 我想未必是这样 我觉得他就是很自然的顺着这些希腊的弟兄们 他们熟悉的观念 就是我的全心全人灵魂体都被神保守 美善的去持守 二事禁止不要做 被神保守直到见主面为止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责 那招你们本是信使的 他必成就这事 第一就是在铁撒罗尼迦的一到五章的每一章的最后 保罗都是以耶稣基督要再来 所以我们要预备等候他再来 所以不要浑浑噩噩过日子 我们要持守真理 持守美善的事 二事不要去做 这样才不会在白天睡觉 如同第五章上半段所讲的 因此保罗都会提醒大家要持守信仰 持守美德 然后等候预备主耶稣第二次再来 我们必得着荣耀的冠冕 同时二十四节保罗也告诉我们说 在我们这种预备自己等候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这一个大征战的过程中 也是一个赛跑的过程中 我们之前在第二章的时候 第二章的第二节保罗讲到这个大征战 一方面这个征战 希腊文阿共这个字 一方面可以指这个激烈的这个征战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讲非常激烈的这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竞赛 最后得胜的人会得着冠冕 得着那个花冠 因此保罗说 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的身心灵 全然成圣 坚持信仰到底 然后美善的要去做 二事要禁止不做 那主耶稣基督也会保守我们这件事情能够成就 就是祂会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不断的去做讨祂喜悦的事 因为祂是信实的 祂必要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活出一个圣徒应该有的日子 以至于祂再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着称赞 这个是主要帮助我们成圣的道路 扶持我们 带领我们 保守我们 二十五节 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 这时候保罗他们在哥林多这个地方 刚刚建立教会 我们之前提到 这一次的欧洲宣教之旅 一路走来非常的艰辛 好不容易才勉强的在希腊 南部的哥林多站稳脚跟 就在这个最疲惫的时候 提摩泰 从前方 铁撒罗尼迪迦带回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就是铁撒罗尼迦教会 现在非常的好 非常的在真理上站立的住 因此对保罗来讲 是打了一记强心针 所以他请弟兄们继续为他们来祷告 而也提醒他们说 你们与众弟兄亲嘴问安 勿要圣洁 勉励他们彼此之间相交 彼此亲嘴 就是他们那时候彼此问安的一种方式 他们彼此问安彼此相交 要一起用圣洁来彼此劝勉 大家在主人面前都成为圣洁的人 27节我指着主嘱咐你们 要把这个信念给众弟兄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 常与你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感谢赞美你 主因为你不断透过圣灵的感动 也透过主啊预言的提醒 透过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安慰造就劝勉 要我们省察自己 那美善的有没有去做 那个恶事有没有禁止自己去做 主啊帮助我们 你说你要保守我们全然成圣 保守我们的身心灵全然成圣 你要保护我们 坚定我们的信仰 直到见你的面为止 直到你再来的时候 你要让我们带上得圣的冠冕 你是信实的主 愿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在这条道路上 靠主站立的主 预备主再来 不再白天做糊涂的瞌睡虫 谢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愿神祝福大家